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我们的活动非常之成功 就是这个爱心种而卖 全靠我们这班长者 大家 大家 你都看到他们个个都年轻力壮 还要在商场上跑来跑去 帮别人卖种给他们 又过节 然后气氛就很开心 有些人又来到 又要很多 他们又要一起帮他选择 所以 其实这次能够做得到成绩 其实是大家的力量 众之成成 因此 大家都很希望 这些小孩 能够我们有少少的善款给他们 帮助他们读书 让他们个个都生活开心愉快 这个就是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帮了几个总筹 多少钱 我们今次 如果以总的数量 超过一万只 一万只 正是找总钱都找了一万多 三万多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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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撇除了给总钱 那些开支 那些广告费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因此 今次的筹款 就是一万三千八百 能够做到这个成绩 我都觉得很满意 因为很多人帮忙 有很多商号 又帮我们的 还有呢 就算是海报印刷 那个厚泰印刷公司 完全都不收我们的钱 海报啊 派一些flyer 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我们的 真是很感谢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介绍一下 关德卿长者乐园 关德卿长者乐园 就是为了纪念关德卿师傅 大家都知道 关德卿师傅 就是一位 很人厚的长者 那他呢 就由他发起 去专称一些老人家 做长者的 那因为呢 当他自己八十多岁的时候 那他觉得 咦 慢慢的人觉得 好像以为他老了 以为呢 以为他已经好像 暮年了 那这样呢 因此他就发觉 其实呢 老人家 才是极得尊重的 那所以呢 他就想到这个名称 专称一些老人家 做长者 因此呢 在香港呢 令到 香港政府呢 都要将那些的 老人卡呢 都改了为长者卡 那因此呢 又叫那些老人大厦呢 就叫长者大厦 老人日呢 一年一次的老人日呢 就改为长者日的 香港都是这样的 那因此呢 就在十几年前呢 师傅来这儿 最后一次访问我们的时候呢 那我就 慶祝师傅来到 加拿大 访问我们 我们就 一起呢 就成立了一个 叫长者乐园 继承师傅的志愿呢 大力去推广 尊敬那些长者 那些老人家呢 就是尊敬他们 我们专称他们为长者 那现在呢 都很多谢到呢 这个社会各界的人士啦 包括你们的传媒的朋友啦 呃 报纸啊 电视台啊 就这样社会大众呢 大家都很习惯呢 已经 称呼老人家的长者啦 刚才我一进来 我介绍 我们有很多老人家 坐在那里 有人已经说 喂 我们不是老人家啊 这些是长者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掌者掌者 大家 所以呢 已经成为习惯 那这个呢 我希望啊 大家社会大众呢 就继续去努力 继续去尊敬这些长者 我是自行 加拿大自行基金会的会长 李子文 那呢 我们加拿大自行基金会呢 就是在加拿大代表 香港自行基金会 在这里呢 就做很多宣传啊 和做这个 炒款活动 就是帮助中国的那些 外资孤兒 上去读书 那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 外资孤兒 就是因为呢 很多的农民家庭很狂的 那他们呢 就是靠卖血为生 那呢 就不幸染到外资孤兒 那他们的父母 过了生之后呢 那些小孩 就变成是孤兒 那他们因为 无依无依 那就是得到 我们自行基金会 帮助呢 一路可以上学读书 亦都呢 可以生活上 有人照顾 那就是 有一个 可以说 属于美好的将来 那我们今次 加拿大自行基金会呢 好多谢 班达兄长者 乐园呢 就是帮我们做卖种 义务卖种籌款 那今天呢 就是 他们 招呼我们来这里呢 就是 攀一张支票给我们 那我们 那我们活动呢 每年就是在这里 有一个最主要的筹款 那我们呢 就是有些教育的 属于教育意义的活动 就是帮那些小孩 了解中国 大陆有很多 爱之孤儿不幸的状况 那好像我们刚刚过 在父亲节 刚刚过了呢 我们就举办了一个 叫做摺子活动 就是教那些小孩呢 摺一些很精美的相架 就是送给自己的父亲 过一个父亲节 那 而且呢 就是希望等那些小孩 了解到 就是自己 就是父亲 或者家庭 那个重要性 那也都希望增加 就是那些 華人的家庭呢 就是和那些小孩 能够有多些亲密的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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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